这座陵墓,中国的考古研究长达40多年,其中还有很多谜底没解开秦始皇陵,秦始皇陵是第一座规模庞大,构造复杂的帝王陵墓,对于后世有着极高的考古价值。 200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秦始皇陵本身神秘的色彩。我国对于秦始皇陵的考古研究已经长达40多年,取得出多项突破系列神秘的秦始皇陵正在逐渐揭开面纱。 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秦陵前面勘探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其后的20年中,考古工作者又多次勘探研究,发掘出大量建筑遗址已知的陵园范围中,发现存有数量的众多的陪葬坑,陪葬墓,累计发现各类文物共计5万余件。 最为重要的是秦始皇陵的整体布局已经摸查清楚。 据了解秦始皇陵园占地总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在古代帝王陵园中甚是罕见。 若从上空俯瞰整个陵园呈现长方形,可划分为三个区域即内城、外城、外城之外各区域之间。 层次分明,皆为方形环环相套秦陵南北高度不同,最大落差达到85米,相当于南北,大于东西的长方形陵园。 秦始皇陵墓位于陵园正中出外面是一座凸起的小山丘,高度约有50米左右。 这是秦陵风土堆风土堆之下,是陵园的核心区域,地宫同时也是秦始皇冠果存放处陵园的成员,主要有内外两层构成以此作为内城、外城、外城之外的分界线远眺望,去好似一个拉长版的回。 自行简单来说,陵园的不同区域由三重成员构成第一重成员,自然是地宫成员。 其后向外扩散可看到内城员与外城员地宫属于内城的南半区域。 内城区域密集分布着各类功能设施,其中包括地下供电、寝电、车马仪仗、仓储。 这些都在内城南侧内城西侧区域,则属于变店建筑群东侧为贫飞陪杠坑,布局严谨河里好似一座恢红壮丽的地下城堡,内城与外城之间为第二重区域。 这里同样存在不少建筑设施其中有以西侧区域最为密集自南向北,依次分布有大型马就坑,其真意射坑,原四立建筑数量不一场面壮观。 东侧区域主要以大型陪葬坑为主,发掘40年来,考古学家已在其内发现了诸多铠甲与马戚极具考古价值具此陪葬坑不远处,还有一处白涌坑也属于陪葬坑不过。 在南北区域内未发现遗物由此推断,外扩区域建筑设施与历史文物,主要集中在西区象征为咸阳城中的旧院,又院集园四立社属于娱乐场所地位。 低于内城的建筑设施第三重区域,就是外城之外的区域,多位大型陪葬坑,陪葬墓如知名度较高的秦始皇兵马俑,就在此区域的东侧,除了兵马俑东侧区域,还有数座大小不一的马就坑,陪葬坑,西侧区域多位修灵人员的墓穴, 还有生产砖瓦的废气窑场,大石场,北侧区域藏有禽兽肢体级别的仓储坑,同时还有修灵都造人居住的房屋遗址,南侧区域是一条长约千米,宽约40米的防洪堤,用来拦截离山上的水源,防止灌入地宫。 据兵马俑不务院院长侯文斌,介绍陵园的布局,释访造造勤咸阳城设计而来,地宫就相当于咸阳宫陵园的地下,除了可供皇帝娱乐的场所,还有政务机构及官员办公机构。 俨然是个微缩,版的咸阳城地宫内部场景如何?实际有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和大海机箱灌输上据天文下据地理,可知地宫内似乎别有洞天,尤其是文献趁地宫深处,至少存在数堆水银,以作为江和湖海考古人员,采集灵园内不同区域的土壤,确实检测出严重的拱含量超标。 这足以证实史书所说,尽管考古人员未能亲眼看到,但他们十分肯定地底下确实有存量不明的水银,且相比于数堆质量只多不少。 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侵蚀如今的秦始皇陵,相比于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 原本的风土堆,高达上百米金时仅有五十余米。 内成员与外成员亦损坏,严重仅有局部,可以辨别陵园周围。 原本有许多宫殿建筑群后悔于战乱之中,如今秦灵周围只剩农田。 昔日建筑,不复存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秦,灵对外最大的宣传窗口无疑是秦兵马俑。 首先需要说明,兵马俑仅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 根据人训演变而来使用陶勇、慕勇作为帝王陪葬品。 公元前,206年秦始皇陵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根据石料记在当时向以率军三十万攻入咸阳屠杀秦世宗秦后又来到秦始皇陵。 把所有地面建筑复之以具秦兵马俑,亦遭受破坏损失。 较大考古学者在不同藏坑中,却发现黑色木炭成分证明此地确实发生过火灾秦兵马俑的一、二号坑之所以塌陷,也是火灾造成的历史劫难。 终归,已经过去目前我国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难题是文物保护。 秦兵马俑原本为通体菜汇,在深埋地底的两千多年中,已经出现大范围脱落。 仅存下的局部颜料也在后来出土时脱落。 秦大的颜料距今久远十分敏感,稍微有些抖动极容易造成颜料卷起。 脱落面临这个问题我国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博物馆方面,与中外科研单位合作,最终制定出有效措施。 最大力度保存勤兵马俑彩绘,聚勤勇保护专家张志军衬,兵马俑彩绘保护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经过各部门,各机构的通力协作兵马俑彩绘脱落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缓解前些年。 考古学家在对二号坑的贵舍陶勇进行发掘时,就制定有严格的保护措施。 最终贵舍陶勇安全出土,保存至今并未出现脱落贵舍陶勇的彩绘得以完整。 充分证明各机构联合制定的保护措施是有效可行的其后的发掘工作中。 皆是通过这种方法,发掘数百件细勇,效果显著勤兵马俑彩绘容易脱落。 还有另一个原因,根据勘探考古学者,认为勤兵马俑受到过人未破坏尤其是一,二号坑出现过塌陷,这是又因造成勤兵马俑大量脱落的主因是陪葬坑塌陷后。 外界的雨水、河水容易灌入坑内长期浸泡中,自然容易造成彩绘脱落。 数量众多的兵马俑中仅有少量因特殊原因,可保持局部彩绘完整不过在出土时。 由于保护措施不利或缺乏了解,还是有不少彩绘玻璃脱落,有幸保存下来的彩绘陶俑,可谓是凤毛麟角。 然而考古学者仍不敢懈怠这些已经出土的彩绘兵马俑,看似表面无视待几天后极容易翘起脱落。 这是环境因素导致若不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彩绘兵马俑将无余幸免,了解清楚彩绘脱落的原因。 对于下一步如何保护有着重要帮助文物保护人员,对溶体表面的生气进行成分提取。 发现上面有一层矿物质材料,其中包含铅白、铅蛋等人造物质确定颜料成分后,下一步就是分析彩绘脱落。 的原因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彩绘本身,对物体的吸附力就很小,尤其是矿物质之下,的生气表层一旦缺少水分即容易干燥翘起,直至完全脱落。 通过研究彩绘不同表层、颜料组成以及损坏原因文物保护人员,对于如何防止彩绘脱落,有了初步的应对措施。 初期时主要使用物理手段对彩绘表层进行加固不过效果并不理想,文物专家并不气馁。 以此总结经验,又提出新的保护措施级,彩绘脱落的根本是由于生气表层的附着力,较小眼下,稳定生气是关键,主要可分为两个措施。 一是对底层物质进行紧缩加皱操作二是采用单体渗透,被用物质聚合使七层与陶体,产生粘性各部门翻工协作两种措施同时展开。 具体做法 为一,使用数十种不同的加固剂,与抗皱缩剂进行模拟实验,对比评估实验结果,选出保护效果最好的加固剂。 二,使用二十多种单体进行聚合后性质的模拟实验,得出最优单体经过多发努力,两种保护措施皆取得突破,进展都可应用。 倒彩会保护上面两种实验的成功,标志着困扰秦兵马俑数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这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进步,秦灵兵马俑的发现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 秦勇学吸收并深化了我国古代各个领域的精华,这就是人类文明演变的缩影。 秦始皇陵本身的历史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待将来发掘时期内所储藏的,秘密必然会令两千多年前的时代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参考资料。 秦始皇和他的灵寝,始继秦始皇本计,秦始灵元渊源试探。 秦始皇卢 秦始命